来,听安宜爸爸说 按键组的设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两种设计理念的截然不同 以YAMAHA、ROLAND为代表的 他们用的是实体的物理按键 那么每一个按键是可以被按下去的 这一点其实和传统的木管乐器非常像 而且,所有的按键是有打键声的 我们来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WX5的打键声 EV4000S 这个设计是全触摸的设计 同样,奥德ASE 没有实体按键 ROLAND的A10 按键组的设计和传统的Sax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有很清晰的打键声 之所以要在这里展示打键的声音 是想让大家知道 在传统的木管乐器 这个打键声,这个打键声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我们用一支双黄管来举例 在演奏过程中 除了乐器本身发出的乐音之外 打键的声响 也是演奏的一部分 听常理的打键声 其实不光是有打键的声音 而且这个打键声是有固定的音高的 而传统的开孔乐器 它是没有打键声的 因为它没有按键 是孔 是孔乐器 经过这番对比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不同品牌的电锤管 它在按键体系的设计理念方面 是有倾向性的 亚马哈 Roland为主 这两个品牌 它的按键设计 更接近传统的木管乐器 比如长笔双黄管 单黄管 Sax 它的执法排列 是传统的波姆体系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向大家详细的来解说 波姆体系的发展历程 那Akai和奥德这两个品牌 它的按键体系的设计理念 更接近于传统的无键的乐器 也就是说是开孔乐器 虽然它没有开孔 它是靠触摸来实现 但在使用的操控上 更接近开孔乐器 因为没有实体的固理按键 也没有起起落落的键程 打键的声音 可以忽略不计 从这个操控层面上 其实就不同审美的人 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观的判断了 就把这个适当放在平面上 这个适当不键来 tack till don啊 vic 还要 反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